12月26号,北京地铁发布消息称,为助力北京推进复工复产,保障乘客顺畅出行。 今日早高峰起,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运力恢复到正常水平。 晚高峰时段,记者来到北京朝阳门地铁站,据介绍,从近日情况来看,晚高峰人流量持续回升。 从朝阳门的上周五进出站数据来看,上周五的晚高峰5000余人和上朝周的晚高峰2000余人相比,有明显的倍数增长。 现在正值晚高峰阶段,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流量有持续的回暖。 朝阳门车站是一个比较复杂,人流量较多的车站,我们车站也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这口客流量比较大,咱们会在晚高峰的时段,在这口派相应的人指手进行输导,和二号线相互配合进行线流,确保咱们车站的乘客人身安全。 根据北京地铁公布数据来看,12月21号日客运量为277.55万人次,22号为297.21万人次,23号为325.09万人次。 有下班民众向记者表示,自返港以来明显感觉到地铁人流量回升。 上周一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座位的,因为我在六号线嘛,然后这周,从今天周一,从今天开始就很显然的基本是没有空座了,然后基本恢复到了以前的可能八九成这样。 我们刚复工的时候,地铁还是五分钟一趟呢,早上上班的时候,现在就恢复正常了,两分钟一趟,然后人也挺多的。 今天第一天,从今天开始大家都陆续上班了,我觉得很激动,在家闲着也闲着,躺累了,第一天上班挺高兴。 有民众表示,虽然地铁人流量回升会重回拥挤状态,但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感到充满希望。 其实地铁人少的时候还挺舒服的,然后现在人多又开始挤了,还是希望能变回到以前的情况。 现在大家都回来了,都能正常生活了,然后也挺开心的。 如果一切都能恢复,但是人流量能少一点就好了,但是这个希望其实本来就是个悖论,还是觉得一切恢复到以前就是最好的了。 经过这个疫情的修整吧,大家其实恢复过来的还是以一个比较全新的姿态来迎接接下来的生活的。